43. 東方早報 2015年7月26日書評B09圖書館是圖書之依託 但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圖書續戰變為虛以形式 人們開始忽視圖書館提供圖書服務的重要性 其實圖書與非圖書化之爭從十九世紀末就已開始 杜偉認為圖書館應該不斷完善管理功能 致力於提供最好的文獻服務 有些圖書館則認為必須參與社會改良活動 這種觀點在公共圖書館中猶為突出 勒納認為圖書館事業女性化是導致圖書館邊緣化的根本原因 勒納的話雖然令人提笑皆非 但仍然值得心思 他說在想要造福社會的女性圖書館員的大令下 圖書館往往與弱勢群體打交道 將圖書館視為社會服務而非知識服務 結果是圖書館員沒有自力於了解圖書信息內容和掌握信息技術 缺乏足夠的能力來為學術研究服務 圖書館為何熱衝社區活動 或許因博物館等機構門檻太高 以再發達國家 公共圖書館遍布每個社區 普通工薩托 N 借助他的空間來展示自己和互相交流 為公轉辦文化展示和交流活動是必要的 但人們似乎忘了圖書本身也需要展示 尤其是學術研究藏書 紐約公共圖書館最近發生的故事也表明圖書館 除了社區服務之外 環有學術研究需求要滿足成立於1895年 一直實行雙軌制 包括研究圖書館和致力於服務社區的分館 研究總館位於四十二階 現收藏圖書文獻四千多萬見 管社由首任館長比爾林斯設計 越南室位於七層書庫上方 便於讀者隨時調閱圖書 多年來者一直是總館的藏書和越南格局 2008年唐納爾分館拆除 兒童圖書館藏兵入總館 在底層開設兒童服務 2012年NYPL 又準備出售曼哈頓中城分館地產 將館藏搬入總館 開設普通外者部 逼出展覽空間 將總館大部分研究藏書搬往 位於新澤西的書庫 圖書館網站大力宣傳者項改造工程 聲稱將打造全新的形象 結果引起軒然大波 蘇白名學者聯名提出強烈抗議 2012年7月 理事會成員羅伯特特恩頓 賺民在紐約書評上為這項計劃辯護 結果遭來更多抗議之聲 雖然NYPL 承諾24小時內從書庫取書 讀者也可事先在家預約屬書 但學者們認為讀書研究時舉一反三的過程 你並不總事事先知道要讀什麽書 無從於藥 最後 NYPL 改變初衷 決定重修曼哈頓中城管社 擴建總管耿倫的布萊恩公園書庫 總管藏書量不變 四百萬 即便如此 2013年 NYPL 年度報告列出六項工作重點 仍然將藏書建設立在目位 NYPL 新網站設計花裏胡秀 好似迪斯尼樂園 使人感到遺憾和困惑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視同為研究圖書館的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網站 該網頁設計簡明嚴謹 直接揭示館藏 令人一目了然 有人問現在有很多網站提供電子書 圖書館還能做什麼 這個問題就如同有了書店為何環繞圖書館一樣 答案不言之明 與書店同一時間爭生書 無論哪種在體 商價提供免費服務 是圖書館法定的權利和義務 有哪家網站有這個權利 反權限制長久存在 大規模公共圖書事業必須有稅收支持才能維持 否則就只能商業運作 據統計 2014年在全球創意產業中 圖書出版比重最大 20年來中國圖書市場的銷售規模從未下降 這意味著圖書館的圖書服務也應緊跟 數據庫等昂貴資源也只有圖書館才有能力批量購買 電影放映六個月後成為陰像製品 圖書館即可扣入供讀者免費觀看 圖書館主動創新服務固然必要 但是被動傳統服務是否做好了呢? 所謂被動服務 不妨理解為任何有關圖書信息的需求 必定有求必應 也即讀者可以清楚知道和便利使用圖書館收藏的任何文獻 如果本地圖書館不收藏所需文獻 就應向其他圖書館者來讓讀者在本地使用 這涉及本地區、全國華全世界範圍內的合作 絕非而是 其實萊布尼茨在十七世紀所說讓學者了解館藏都無法完全辦到 連美國國會圖書館都有一百多萬冊圖書館藏尚尾篇目 圖書館必須開拓新的服務領域 但是信息技術的發展將級圖書信息服務帶來更複雜的挑戰 圖書館沒有理由漠視自己原有的領域 圖書館一定會蓬勃發展 前提是讀書人和圖書館人不忘記圖書館的主要功能 仍然是積累和傳播文化知識 提供優質圖書信息服務 圖書館的歷史不好寫 因為讀書曾經指示少數人的事 史實總是樸縮迷離 往往缺少作證 很難罪述明白 何況早已有許多圖書館使教科書在先 新發掘的史料較少 為了避免雷同 圖書館的故事最述篇排比較散亂 或許者也時作者將其取名為故事而非史的原因 亦争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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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